Hi everyone,我是快樂大學的 Happiness Universe熊仁謙 我今天想要與你分享的主題是 到達目標 你不需要靠衝勁 在講這個概念之前 我想要與你分享 兩個人在面對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反應 所導致的不同結果 這是我朋友告訴我的一個故事 他的同事中 我們說A跟B吧 兩個人同時進入一個公司的業務部門 在業務部門 當然他就必須做一些客戶開發的 等等的工作 那可能假設 這故事完整是有點複雜的 但我們把它簡化 他們都同時必須要打100通電話給客戶 那麼A呢 一開始覺得說打到100通很困難 可是經過計算 他覺得每天如果可以半小時或一小時打10通 用這樣子慢慢慢慢的進展去前進的話 他是可以到達這個目標 是沒有很困難的 但反過來B 他卻期待自己要找到某一種熱忱 他要找到某個衝勁 他要找到某個 可以一次一鼓作氣 讓他打完100通電話的熱情跟理由 所以他可能一開始沒有做 只要有一天 他跟他的主管一起出去訪客的時候 他得到某一種熱情 他可能在這過程中對談很開心 所以他回去之後呢 的確靠著這股熱情 他有了一些衝勁 做了不少事 但第二天可能因為環境變化 或者說第二天可能沒有這個客戶可以跟他對話 場景不一樣 他的這個熱情就消散了 然後他就開始覺得我好沒有乾淨 我好沒有憧憬 怎麼辦 我們在面對很多場景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要有一種衝勁 我們都希望有某個東西突然的發生 然後觸發我們的某個動力 讓我們就一股作氣走到底 這很多人特別是創業者都會面臨到的狀況 但現實是什麼呢 現實是我們要達到某種成功 或者說我們要達到某種目的 他只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養成一個習慣 投資之神常常說嘛 複利的概念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把這個概念從金融拿到生活中來看也是一樣 養成一個固定的習慣 遠比一時的憧憬還要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憧憬這種東西本質上是情緒 它是激情 既然是情緒跟激情 它就會有兩種特性 第一個它非常依賴場景 它非常依賴條件 不論是某個人的某句話 某個地點 或者說某個時間的某件事情 這些東西才會把我們的激情給激發出來 但是第二個特性是什麼呢 就是它來得快 去得也快 所以如果只靠短暫的激情 來去激發我們自己的話 到最後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你對於激情的需求會越來越重 你的口味會越吃越重 如果用比較極端比較宏觀的例子來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歷史上有一些特定的政權 它就是靠激情 靠不停地在鼓動人民來去發展 到最後它就必須越做越誇張 它必須要建設越來越多浮誇的東西 來讓人民相信 我們真的是有激情的 我們突飛猛進 當一個東西它是用激情 也就是用情緒作為基礎的話 用這樣子的力量去貫徹整個過程中 它是虛的 反過來說 當我們養成是一種習慣 習慣很無聊沒有錯 但透過於每天一個一個習慣的養成 它會堆疊 它會累積 而所有可累積的東西 只要經過時間的堆疊 到最後都會變成強大的力量 當我們做的是可累積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是在跟時間做朋友 而時間的進展 每一次時間多進展一點點 我們就多得到一點利益 我們就多得到一點力量 我們就多得到一點改變 所以相對於追求某種憧憬 相對於追求某種 好像生命一定要產生某種 一夜之間的變化 一夜之間的啟發 更重要的反而是要養成什麼樣的習慣 十年之後的神生 其實是從我們今天 每一天的生活中的每一個習慣 慢慢慢慢堆疊而成 變成這個十年 很多時候我們都好像會期待 就是到了某個時間點 然後你的生命就會轉變 你就會突然好像 不論說是麻雀變成鳳凰等等等等的 但實際上 你要產生蛻變 最重要的事情 是來自於點點滴滴的累積 喜歡這支影片嗎 那你一定要訂閱我們快樂大學 Happiness University的YouTube 記得按下鈴鐺喔 除此之外 如果你想要了解 哲學人的生活 乃至於我們的第一手資訊 你不能錯過我們的Instagram 跟我們的Facebook 最重要的事情 是快樂大學的官網 正式的上線了 在這上面 我們放上了很多朋友 期待已久的這個線上的課程 第一堂課程是專注力 專注力為什麼很重要呢 因為在印度哲學邏輯之中 我們人需要多一點理性 我們人的生命中 太多太多的情緒跟感性 但是我們需要多一點理性 但是 當我們有了這些理性 有了知識之後 我們要怎麼用到 我們必須要有專注力 如果沒有專注力的話 它沒有辦法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達成效益 所以這是我們的第一支線上課程 真誠地推薦給你